哈喽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我们每逢周一和周五来播出的拍客天下了 我是小贝 那最近呢我们是收到了很多网友来发来的信息了 那除了大家提出了很多非常不错的意见和建议之外呢 还有很多网友都在问啊 那最近我们拍客天下到底有什么样的活动呢 想知道有什么样的活动 记得在近期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我们会第一时间来通知大家的 好了我们先来看看今天都有哪些视频 在厦门的一家工地里 几十米的地基坑里出现了塌方 旁边的沙子突然瞬间掩埋下来 两名工人反应不及被压在了沙土下 其中一名工人的头部还露在外面 情况紧急 工地的其他工友一边拨打了急救电话 一边赶忙上前来实施紧急救援 大家挥握着手中的铁鲜和时间赛跑 由于坑内沙子十分松乱 尽管救援人员奋力逃杀 还是赶不上流沙下滑的速度 这样以来非但挖不出人 反而还有越埋越深的危险 救援人员赶紧改变了策略 先用大量的木板将沙子堵死 为了防止踩踏造成更大范围的塌陷 现场指挥人员指定了五名工人 协助施救 终于在一个多小时之后 第一名工人被成功救出 而他的另外一名工友 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虽然这个救援工作啊 是在争分夺秒的进行当中啊 但是啊 还是有一名工人不幸遇难了 所以说这个施工安全 到底有多重要 相信这个视频呢 也是给所有的施工单位 都提个醒了 谢谢大家